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房子又完美的房子 它的价格也不一定完美 你好我是Michael 欢迎收看房市之多少第52集 今天要带大家来看一个 槟城八九百千的 Semi D 在芭蕾布朗的Begonia Let's go Begonia它真正的location 就是在芭蕾布朗的Botanica City里面 也就是上次我们看过EABC 还有你们如果知道Pawis International School 也就在正前面而已 那这一个是属于一个比较低厚的Semi D 只有仅仅的六十间 它是Under Gator Garden的概念 所以一来到了Unit前面 我们可以看到 你的位置是可以足足放下两辆车 绝对不是问题的 当然旁边也会有一些Side Poker Garden 后面有一个Pawis Garden 是这样子啦 So 我们可以看到你进来 它不是给你简单的Semi D 还有做了一些Textures 然后在它的Side 也会用了不同的Color Tone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它的Show Room 一个我蛮喜欢的就是 这边它加了一幅床 那这个床能够让等下的客厅 应该会变得更加明亮 所以一个我很喜欢的点就是 它的大门 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木门 不是直直向着你的Car Portion 它是在Side 这个也增加了一些Privacy的优势啦 然后如果想这个Side 你们要做成Shoe Rack 到顶区 你们要放那些整台啊 Decoration啊 都是很充足的 这个大门是非常地重的 因为它是Solid Dimple Woodlighter 像进到来刚才我提到的 它这一扇窗 就已经有为这一个Line Area 增加了不少采光 当然还有一扇两扇 Dotal是有三片窗啦 So 3.5m 的Sling High 你会看到整间屋子变成非常的宽阔 那我这个客厅你可以看到它跟一般的Line 稍微的不一样就是它没有那种很奇奇怪怪的角的 去到整条就到后面 然后这边来到厨房 又这条直直到后面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做成Closed Kitchen 你不需要做到太大太大的玻璃门 这边做一个Slide就OK了 所以你看到它厨房其实是很大啦 OK 老实讲 你不只是可以做L-Shape 就算你真的要在这做一个Island都可以 在厨房的旁边这边有一个小房 这个房间你Either可以变成工人房 或者是给长辈房 因为它们不要再上楼梯了 而且在它的准准旁边就是一个洗手间啦 那这洗手间其实是不小间 你单单冲凉的地方都有三尺 然后这一个Slide就有整五尺啦 然后是Food House 整个采光还是很健康的 So 在最小间的房间这里可以放下Queen Size 有一个2466的Wardrop都不是问题啦 So 一个我蛮喜欢的就是这个窗它是蛮大片 但是它不会影响到我摆设任何东西 哪怕今天我要换一下我的窗的Allocate 我这边要放一些小小的桌子啊 放一些小小的Cabinet啊 还是可以的 同样一贯性的Landert楼梯下面都会是一个Storage Area啦 So 这边要放脚车 要放一些小孩子的玩具啊 Golf Set 那些都可以 那我们上楼看一下 Let's go 直接来到了一楼 这边是一个小厅 这个小厅不会很大 但是如果你讲使用空间来讲是很足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上的小厅它是比较四四方方的 可是这一个它是属于到 你看 它给到这个Slide 而且它没有Fully Block 就是说这边不会完全是墙壁的情况之下 你坐在这边看过去那个空间感是非常的充足了 So 在二厅的尾端 它是一个蛮大片的窗 你看下去它整个就是我们后面的Poker Garden 这Poker Garden Whether 可以Extend or not 要看GMB Management的Proof啦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后面这边要放一个Baby布啊 要放一个凉厅啊 都是很够用了吧 来到了这间房过后 我再次确认这一次Begonia它的Concept 很讲究光线 所以你会看到通常我们房间的门啊窗啊 特别是窗啦 都是是一扇扁扁的对不对 可是这一次他们走的Concept 有好几个都是L shape的 这种的方式就会有那种 你的光不会那么死 它是照到比较多的地方 你看就算等一下我们把灯关掉啊 它整个的亮度都是非常的亮 二房跟三房它们是共用一个Share Bathroom的 也就是像类似这一种 如果今天你是从二房出来三房出来 你们是共用这一个Bathroom 一样也是Foothouse 给的SPEC都是SORENTO的啦 这一个来说是Carbana 这一间房其实如果真的要放Queen Size也是可以的 只是它的Allocate就转了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这边它做了一个Racking Table 它又放Wardrope旁边床又有放一些白色的东西 现在我在的地方就是整间屋子的Master Bedroom 所以你看到非常非常的大间 King Size Bed你放完了过后 我这边还有二 四 应该至少还有五扯多吧 五扯多的Wardway 然后单单你的Side 这边都有差不多将近四扯啦 就一样的它们采用的还是这种Corner Edge的窗口 你要开窗还是可以 要通风都可以 你每天睡醒的时候 比如说我是直接在这边看完整个风景 那个视觉是非常的漂亮的 因为今天如果你是拿Corner Unit的话 你的角落其实看过去就是整个Pocket Garden 这边是没有屋子的啦 然后这个Wardrope它这边是做了四个门的 如果你真的要做到六个门都还是可以的 只要你的Design稍微换一点点 应该这边把它变成Dressing了 那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好像不见了一些东西 它的Master Room的厕所在哪里 其实它Master Room的厕所是在这里 OK 是一个Design啦 来到了这间厕所 比刚才外面的更加宽阔了咯 一样Sealing High非常非常的高 窗也非常的大片 所以你看我现在是没有开灯的情况之下 Natural Lighting也是非常的舒服 很久没有在槟城看到有这么大后院的Landard了 如果真的是可以Extend的话 这边又多了不少的空间 那如果不可以的话 其实你Access非常的容易 直接从Kitchen 后面就有一个门出来了 我是没有住过Landard 但是如果这个空间给我用的话 我会建一个小凉亭 要放一些盆栽 放一些小小的Srimming Pool 给小孩子玩Playground Babbecue Area都可以 Then 在另外一个来说的话 因为它是Semi-D 所以我在Side的Area 这边不会很大 大概就五车六车左右啦 可是你Easy Access from 旁边这里 因为这边是有一个门出来的 整个Bagonia 60间里面有分成三个Type Type A,B,C 我们现在在的Show Room是Type B的 也就是28x78 最大间的话是Type A 30x65 所以分别如果我们讲View Out来讲是 2149、1929还有2001车啦 所以我们来看到它的Side Either 你的View是向东南或是向西北 Show Room是在这里 这里是有一个Park的 And 这边后面暂时还是Empty Space 如意外的话 也可能会是下一个Landed啦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拿中间的话 已经剩下1,2,3,4,5,6间而已 Balance 其实真的是剩不多 要的话就赶紧 现在在个Big的Mockup Unit Normal Landed啦 它的屋顶上面是有蛮多Beam的 但是这个只有一条 So它的分隔是蛮容易的 Either 你把Living Area 做一个Blaster Ceiling 然后或者是把你的Dining Area 做成一个Blaster Ceiling 就OK可以Fully Cover了 厨房一样 刚才看到它是四四方方的 老实说如果是很喜欢做设计的朋友们 这边是蛮好给你发挥的 因为如果今天你不需要那么多间房 这一个墙壁你再把它敲掉 我相信女主人应该是会非常的开心 因为这边完全变成她表演的地方 拆光还是真的是非常的充足 这一间屋子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灯光 来造效果 你看它的二厅 不会暗暗的 因为你会发现现在蛮多Landed啦 它的二厅是稍微比较暗的 因为通常这里都会是一片墙 它的床就是很小 或者是在屋顶上面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床而已 但是这个不一样 它完全是全屋顶部了 而且有发现吗 它的二楼完全是Beamless的 它原本Sling就已经是很高了对不对 就算你还不要做Busher Sling都好 都不会挡到任何的东西 因为没有Beam 其实你看到它对面就是 整个槟城可以算得像是最贵的 International School 不是在Georgetown 不是在Badu Fringy 但是是在芭蕾夫 然后为什么叻 因为真正在这边就读的 他们的Family 据我所了解 是不需要在做工的 然后大部分家长是过来陪读罢了 所以这边又可以住到 比较拐楼喜欢的那种House 他们喜欢Landscape的Feeling 节奏也非常非常的慢 不像在Town Area那么的繁忙 如意外的话 这边是整个Botanica City的Face 1 或者是Face 2 上当年如果没有错 然后好像是卖这500多千 这样子 今天如果你们去Subsales来讲的话 都可以找到在7到8的头吧 所以不要看Badu Fringy 很安静啊 他们的价钱还是能够涨的 过来这边也顺便 update一下EABC现在的过程 看到他们是已经在做着EABC了 如意外的话 很快就可以直接开始Botan了 那这边像比较小3G上来的 这边又是另外一个以前的Face 可以看到这边还是有一些Landscape 如果是说推修的We at Home的朋友们 你们喜欢这种Landscape的Concept 不一定要去到Badu Kauan 在Bali Pulau也能够给你拿到这种环境 虽然讲现在是凉点 如果是每一天早上睡醒的时候 这边是很凉快 甚至有时候是有那种 哇 好像云顶的feeling 那现在我们这次走去后面 山后面 是有另外一个比较高档次的 就是Villa 这些是每一间都有自己的Shringu 有自己的Combau 每一间都是Bungalau Villa And 现在他们在坐着一些Growler 坐着他们的Landscape 等它好了过后 我们再看看有没有机会过来拍 在那个Shoplot跟Face 1的之间 这一片好像是有3.4G的地 已经拿到Approver 即将会成为一个Hospital medical land 所以如意外的话 Sell Gate from Selangor Sellangor Gateway 会在这边见他们全新的Prival Hospital 那又到了MyAdvice的环节 其实这个项目最重要的卖点 就是在于它的价格 还有它的size 如果找了房子很久很久的朋友们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 在槟城 Sellang Island 里面 是不可能找到 七八百千 或者是八九百千的 double story 了啦 更何况这个是Semi-D 而且只有仅仅的Rude时间 因为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今天你在北海比较 town area 像是Raja Wudah 大三角 像是宋万庆啊 那些Icon City地方 那边的Lander都要差不多 去到将近一个Mil 了 so 你今天还能在 Binnick Island 里面 找到这样子的价钱 绝对是一个优势 那另外一个 我看到住在这边的人 大部分也是属于 会修的那个情绪 我相信买在芭蕾部落的人 应该不会是first home buyer 这边是他们经过的 可能几间屋子过后 觉得想要center down 的一个选择之一 那今天的review 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以及帮我share出去 Vegonia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点击以下的link 我们会有专业的人 是为你提供服务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